來來來 看來看來看 快來快看 萬一你就減看一把 今天我們就來到這個捷運中校新生站 我們走進校園公園 遊樂園 不過齁 周時在在這種科技能沒的時代 就要來到最有科技味的地方啦 對面是三串 旁邊是光華 跟我們一起尋找正義大俠來發聲 呃 不好意思 可以打擾一下嗎 不方便 台灣社會好像比較缺少 不好意思 我可能在忙 在忙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們可以跟你簡單訪問一下嗎 那個我們要做那 我是沒有想過說 不會去想那些 好像不是不切實際的事情 在呂呂被拒絕之後 轉身的這刻 我們小編快要落下眼淚 但只要秉持著不做完 抿不到心神的壓力 我們還是要抬起頭 上前走 就算人生窮途末路 走在路上還是馬路 鄉親啊 這時候我們遇到傳說中的素妹妹 欸 不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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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我很緊張 為什麼現在俠義的精神來說 在台灣好像看起來越來越少 因為我覺得 就是人比較盲從 然後如果沒有人刮起這陣風的話 就比較少人會討論這樣子 那如果今天能夠讓你變成大俠的話 你想變什麼俠 鍋台米俠 我想要很有錢 原本想說漢堡俠 漢堡俠 有漢堡俠這個東西嗎 就是感覺可以一直吃很多東西 就是把那些食物給沒辦法吃飯的小朋友 但是有錢好像可以買更多東西給小朋友 所以漢堡俠的原型概念就是麥當勞的漢堡滲透就對了 對對對 對你怎麼知道 是不是就是麥當勞的漢堡滲透 對對對 再來我們來到這個地段 鬼嬸嬸的都市公園裡面 我們看到有一位太太正在吸收機車廢棄 啊不對是大自然的分多金 沒想到我們上戲只講三句話而已 這位太太三十年晚去就報仇了 臭氣沖電 偷工減料 我冷30年欸 你根本沒有辦法住欸 我說你不會蓋你就不要蓋嘛 我冷了30年你們能夠想像嗎 因人而異欸 有的人還是會一樣有狹義的精神 只是說 現在坦白講因為經濟環境比較差啦 那大家賺不到錢就是不會少管閒事啊 還在年少的時候就會當正義的死者 已經六十幾歲了 我可能就是安於晚年了啦 因為年紀大了 往往會被現實打敗 打敗你覺得說 很多不公不義的事情 你拼命去爭取 結果還是枉然 我切身問題我公寓 就很多不公不義的事情 不過道德啊 就是以這個為出發點啊 他不管別人要不要住 他樓下偷一層樓上偷一層 這個社會的人就是貪安 我就是被這個現實打敗了啦 後來我也豁出去 我冷30年讓他豁出去 結果全動人就變成說 我經燈成就會叫 就不會變成 那我先生一直跟我講說 你去管那些東西幹什麼 你就好好安平安安靜 郭律師就好了 你就管那些東西幹什麼 所以到後來不得不像現實低頭啊 年輕人搞不好滿腔熱秀 已經六十三歲了 安於平靜安於現實 哈哈哈哈哈哈 聽了這位太太三十年的俠儀故事 在哭笑三聲的背後 代表著這社會還存在多少俠呢 10月12號和我們一起走進劇場 跟我們一起找回俠客行不行